回到东森晚间新闻 马上要告诉您最新的消息 这是一架隶属于 左营海军的S拐动C反潜直升机 今天下午在进行保修飞行的时候 突然紧急在营区重落地 而且起火 导致四名人员受伤 其中有两个人是失去了意识 警方也立刻将他们紧急送医 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 军方也在调查 另外也有警察受伤 而且是在执勤的途中 原来这是桃园炉竹所发生的车祸 两辆车擦撞 其中一辆刹车不急 就直接撞上了机车 带转区波及停等红灯的五辆机车 其中就包括了一名远景 这个直行的远景 才刚刚停好车就被撞 还好连簧撞的意外 五名骑士都是轻伤 篮球比赛撞去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一次可以撞到 告上了过失伤害罪起诉 为什么呢 原来他违规了 台北这个男子呢 是在运动中心比赛篮球 上篮起跳的时候 对手突然冲到他的下方 所以导致他落地时 碰撞摔倒 他的左膝盖前十字韧带 因此断裂 所以气得告上法院 士林地检署认为 对方违反了在篮球界里面的 援助体原则 而且呢 不是在面对对手的合法防守位置 所以依照过失伤害罪起诉 现在进到医院里面的确诊病患还没有减少 因为今天的本土案例还是有52000多例 新增了171名死亡 其中一位呢 就是4岁的确诊女童 她是因为脑炎而死亡的 发病到死亡只有4天的时间 而另外一个个案也很年轻 她才19岁 这一名年轻的男生本来是有慢性心血管疾病 所以出现了吐血的症状 那因为败血症而病况恶化 指挥中心说 他主要的死因是自发性脑出血 那归类为共病导致死亡 新冠肺炎并不是主要死因 好 当然呢 在这一个这么多的确诊案例当中 很多人因为中重症而住院 最担心的就是在中重症之后 你的肺部呢 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伤害 那主要呢就是新冠肺炎 在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会出现了肺纤维化的后遗症 普遍认为这是不可逆的病症 而且呢你照X光就会发现了 那么肺部呢会有一些丝状 或是云雾状的这些影像 但是呢胸腔科的专家苏伊丰 他拿出了最近治疗成功病患的 电脑断层照片 告诉大家现在有救了 经过抗纤维化药物的治疗 肺纤维化的区域改善了将近八成 所以呢如果你染疫就要特别留意 因为呢肺纤维化的治疗 前三个月是黄金治疗期 但染疫者更麻烦的是 你可能治疗康复了 又要再继续的治疗 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有两次确诊记录的 在台湾就有1508例了 医生说已经有患者 第二度感染的症状 比第一次还要严重 所以真的是不能够大意 甚至呢胸腔重症科的医师黄轩 拿出了国外的统计数字告诉大家 在国外呢第三次感染的几率呢 也是有的 甚至还有人是第四次感染的患者 而且每一次感染的时间距离会越来越短 虽然来说确诊都已经复原了 通常你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她吧 但是呢这个女婴就被医生 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 让妈妈觉得不太舒服 嘉义这个妈妈呢 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婴 去卫生所大逼干的疫苗 那妈妈呢就跟这个医生讲说 女婴在六月四号确诊已经康复了 现在照来说都可以正常的活动 没有问题 结果医生听到却突然的变脸 把母女俩请出诊间 然后呢就开始狂喷酒精消毒环境 妈妈就觉得她已经康复了 难道有必要把这些曾经确诊的人 当作二等公民吗 事后医师解释 她只是按照看诊的流程 陈时中确诊之后 应该也差不多康复了吧 因为都已经解隔离这么多天了 但是呢这几天的指挥中心记者会 还是没有看到陈时中出面来主持 很多人都在讨论 疫情不都已经趋缓了吗 那她是不是不打算出现 要直接去选举了呢 因为呢根据了最新的民调就会发现 如果呢问她 以这个防疫指挥官的角色满不满意 我们也发现了 不欣赏的人似乎变多了 甚至以最新的民调来看 陈时中的民调呢 已经调到第三名 比黄珊珊还要低 不过呢庄人想只解释 目前指挥中心运作如常 另外在埔里的民宅前面呢 车辆遭到撞击损坏 而且呢地上有血迹跟一截手指 报案的民众吓坏了 所以呢监视人员把这个断指 剪了起来 采集指纹 马上就找到了造势者 他全身都是酒味 自称担心酒驾重罚 才会逃离现场 但是连医生都觉得 怎么可能忍得住呢 国科医师说 手指尖的痛觉 是神经最多的地方 断指有的时候呢 跟分娩的疼痛是差不多的 结果这个骑士呢 可能喝得太醉了 他手指都断在现场 还可以回家呼呼大睡 来看看这张照片 是大学生 他们在网路社群 请教大家的 问问大家 这到底是什么食物呢 有人就说 这应该是番茄切片吧 但是这个颜色 好像又比番茄红很多 而且番茄不太可能 会配上姜丝来吃啊 不过南部人 可能就会觉得 哎呀大惊小怪 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南部面摊 常见的粉肠 当然现在很多人 比较这个在意的就是呢 因为还会有 确诊的疑虑 那么甚至有很多人 是二次确诊 昨天指挥中心 已经告诉大家 二次确诊 一个明确的定义 终于出来了 但问题是 然后呢 就算知道你是二次确诊 你还是通报无门啊 你甚至得不到任何确诊者 应该有的权利 甚至还有保障 在高雄的这名 王小姐就是这样 她是六月初的时候 居家隔离 快筛阳性 她当时呢 还住到了集中检疫所里面去哦 没有想到 后来的PCR检测 都是阴性 所以呢 就提早解隔离了 过没几天 她真的出现了 不舒服的症状 而且快筛跟PCR 都是阳性 所以她就怀疑 之前呢 应该是胃阳性 那现在呢 才是真正的确诊 问题是 卫生局跟医生都告诉她说 你呢 现在是无法通报 也不用隔离的 所以她就被迫 必须跟健康的家人 住在一起 相当无奈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流程 都在不断地检讨 那也是因为恩恩的关系 中和两岁的男童恩恩 确诊过世 她是当时台湾第一起的 儿童重症死亡个案 那家属报案 跟各个单位 联络送医的录音档 在昨天全部曝光之后 大家听了都觉得 那么可能每个人的心里呢 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甚至呢 恩恩的爸爸 他直接点名两个人 一位是新北市的卫生局长 而另外一位呢 是新北市的消防局长 认为从录音档听起来 这两个人大有问题 他们必须要负责 应该要下台才对 那针对了这一起事情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终于今天有了最新的回应 不过他主要是针对了 录音档外流这一部分 因为他说录音档外流 造成了基层同仁的压力 这一部分他深感愧疚 当然在现场的记者 就问侯友宜了 那您会不会对恩恩的爸爸 来道歉呢 但是侯友宜的回答是 他感同身受 侯友宜今天说 他要扛起权责 但同时也强调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司法 所以他难道 没有任何的检讨吗 这个整个过程 真的没有任何的疏失 或者是可以改善的地方吗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听到 新北市政府做出 任何对于自己 整个过程的详细检讨 不过现在恩恩爸爸 他也告诉大家 他要点名两个人下台 为什么他特别点名了 新北的卫生局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有听 从头到尾的录音档 就会发现 奇怪了 大家电话都打不进去 卫生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只是恩恩的妈妈打不进去 卫生所 卫生局 连119都打不进去 也就是说119 跟我们一般老百姓 打的电话是同一支 每一次打电器 都会告诉你说 现在是下班时间 不然就是打不通 所以才会拖了 半个小时左右 今天卫生局的回应说 是因为呢 当下其实还有 30多个人值班 并不是真的下班 就找不到人 那卫生所呢 也有10多人值班 他们都是到深夜 才下班的 那电话打不通 只是因为通通满线 绝对不是唱空城记 疫情不会这么快的结束 今天的本土新增呢 还是有5万2000多例的确诊 应该会渐渐的往下降 不过呢 今天我们看到记者会上呢 还是装人想在主持 而不是陈时中 只是呢 今天要值得注意的是 中重症还有死亡的个案 其实呢 并没有往下降 今天呢 还有281名的重症 甚至包括了一个 9岁大的男童 他确诊一个月之后呢 又高烧到了40.5度 所以他应该是 国内第13例的 Miss C案例 不过呢 另外也新增了 171例的死亡 其中包括了4岁的女童 他是脑炎而死亡的 另外一个年轻的个案呢 非常特别 他是19岁的年轻男生 本身呢 是有慢性心血管疾病 出现了吐血的症状 后来因为败血症 病况恶化 那主要中心说 因为呢 他主要的死因 是自发性的脑出血 应该是供病导致死亡 当然因为疫情 还是有很多人呢 就是避免内用 所以呢 就想说 如果你要开车 到休息站去买东西吃的话 那还是在车上吃东西 比较安全吧 所以呢 这名男子 他就是开车上国道的时候呢 直接在车子里头吃玉米 但问题是 他就被人家发现了 他吃玉米也就算了 他是两只手都拿着玉米来啃 他的方向盘上面 完全没有任何的手搭在上头 这样开车真的没有问题吗 国道警方路过 看到了他的行为 立刻用手机拍了下来 所以这一幕呢 很明显的 他看起来真的 两只手都放开方向盘了 后来呢 这个人车就被拦了下来 也对他开罚 因为这明显的是危险驾驶 但是呢 驾驶就说了 他是双手交替着拿 一下子左手 一下子右手 并不是两只手都一直在拿着玉米啊 时间没有很长 而且他的车子没有自动驾驶功能 不可能双手放开 但是法官认定 这一段手机录影的影片 已经足以证明违规 所以判定要罚18000 今天晚上的最新消息 这是一架隶属于 左营海军的S拐动C 反潜直升机 今天下午在进行保修飞行的时候 突然紧急在营区 重落地 而且起火 有四个人因此受伤 其中两个人意识不明 机工掌陷入昏迷 军方立刻将他们紧急送医 但为什么会发生事故 还要厘清 意外要厘清责任 当然要先看看原因是什么 所以高雄的这位吴先生 觉得很不服气 他是被撞的 但是他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呢 原来他是在高雄的一个路口 准备要骑到待转区 他的车子是慢慢往右切的 结果被后面的机车给追撞 他非常的不服气 如果是这样 他是被撞的人 怎么会全部的造势责任 都是他这个被撞的人呢 那后来警方掉落了监视器 才发现 原来这个被撞的骑士 他是从内侧往外切的 那这样后面的车辆反应时间 其实只有两秒钟 等于是来不及刹车 也来不及闪 当然会发生车祸 所以警方说 如果要到待转区的话 应该要先骑到外侧才对 原来光是斗内跟打赏 就可以花到千万元 这个司机为什么能够装货呢 原来他是跑去偷老板的小金库 原来这一名红姓男子呢 他是担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司机 有一天他发现说 原来这个车钥匙 跟这个保险柜的钥匙 是串在一起的 所以起了邪念 他在五个月之内 陆陆续续偷了保险柜里面的 1178万 结果这一千多万呢 他几乎全部都拿去直播平台来处值 所以通通都是拿来斗内了 他斗内什么可以花到一千多万 你可能觉得很难想象 因为随随便便就是几万块钱 送一个火箭一万三 送个摩天轮一万六 如果是帝王座的话 这一次要八万块钱 这当然千万一下就花光啦 原来这五位的直播主 其中一个是他女朋友 那他自己当土豪金主 可以把这五个人 统统冲上排行榜 但后来这老板董事长 发现钱都被偷 气得报警 外送员会因为侵入住宅罪而起诉吗 有一些外送员就会这样担心 所以如果你要求说 你要把餐点送到我家门口 那送到门口的哪里 这可能就会有一点争议了 这一次客人就是说 外送员拜托你 进到了分租的透天错 把餐点送到他套房的外面 外送员就拒绝了 他认为这会被误认 侵入住宅 搞不好有人会告他 当然这客人相当的不满 觉得会不会想太多啊 连律师都说 因为你已经得到了 点餐住户的同意 所以绝对不构成侵入住宅 美丽的沙滩 竟然会有钢筋入侵 而且还非常的艰 这个地方明明很漂亮啊 这是新北万里白宫行馆旁边的 维纳斯海滩 现在是夏天 所以呢很多人会来这边玩 结果呢 现在有人在退潮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海滩上面呢 有这么多的钢筋漏在外逃 而且呢都非常非常的尖锐 可怕的是 退潮你还看得见 如果是涨潮的时候 海水一盖上去 若隐若现 你没有注意的话 你走过去可能脚就被划伤了 那根据了解这些钢筋 疑似是过去的地界 但可能没有清干净 国产署则是回应 近期就会拆除 这边没有什么钢筋尖尖的东西 为什么停完车之后 它的车身却被刮得乱七八糟 而且连车轮都破了呢 当然这可能是人为的 这是新竹的高台山 现在很多人喜欢来爬山 结果有山友呢 就是下山要开车的时候发现 它的轮胎被刺破了 车身也刮出长长的刮痕 完蛋了怎么下山呢 只能请山友来帮忙 勉强慢慢地滑下去 还好没有发生意外 但是呢 其他的山友推测说 可能是高台山的登山客太多了 停车的位置挡到人 才会被恶意报复 国光客运在开车的途中 沿路漏油 结果后面有好多的骑士 接连摔车 其中一名骑士就控诉说 他向造势的客运 求偿两万块钱 但是呢 对方一直说 他们没有漏油啊 只是冷气渗水而已 他们多次和解不成 只好走上法院 最后呢 法官判赔四万多元 但国光客运强调 是因为当时骑士坚持 要十万没有共识 只好交由法院定夺 全部人都可以 只好看一遍